自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首先感觉到是心的冷漠 我们开始不关心这个世界的一切 而且心很冷漠 然后呢没有爱 这是一个 另外呢还有一点 生命没有意义 这就是走向极致的 自我 因为自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觉得活着为了什么 生命永远找不到方向和意义 这就是自我到即使你问他活着为了什么 没有方向没有意义 如果很善良的人他很自我 那么他可能自我小到他忘我 小到忘我 这种人你去让他正在意 他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另一个人 他可以 但那一刻层面也许他没想到自我 也许他那一刻是忘我的 因为他自我到极端 但是在平时你会觉得这个人不可思议 他能那一刻做出那样的行为 但是也有一些人自我到即使 就是偏重于嫌恶的这些人 这就很恐怖了 他可以做一切事不计后果 他无所谓 觉得生命就这样 死就死了呗 就这样子 一种是善 走善道的自我 一种是恶 这两种自我会做出两种不同的选择来 就说你们 80后9楼 这些孩子如果 他会崇尚善的话 当他自我到极端的时候 他也会做出一些事情 就热血青年 这些人不计后果的 他无所谓 他牺牲生命在所不惜 为了无些追求个事业 但也有一些孩子 就是不择手段 做任何事情 甚至于你觉得他 他没有脸面的 他什么叫惭愧啊 什么叫感恩啊 什么叫这些东西 都与他无缘的 他不知道 就缺了一些角色 也许有的是两面 我今天可以为善牺牲 需要教导 需要导师 需要老师不断地教育他 需要告诉他因果 需要他知道 因为他走向另一个 恶的极端的时候 也不是没有什么不可能 他也可以走向街头 没问题 但是太难了 因为果报熟了 他承受不了 因为自我承受起来 很困难 因为恶 善有善报嘛 恶有恶报嘛 他不报 只是害那个音越不绝 当他那个报 一旦熟了的时候 等于他在休息的路上 没了几个地理 就是说他那个音 已经没上地理了 而善呢 等于你在旁边摘了些花 就是说你会越走越开心 这个恶的话 你越走越难 越走越艰难 如果你也修行的话 你会觉得 随时有地理爆炸的 可能随时有那个恶过程 一旦有一个地理爆炸了 这一世完了 这一世完了 你还走下去吗 走不下去了 下一世再来 还有地理没起呢 还有种子在呢 还要承受 所以不是说 这两条道路 你不能学 谁也可以学 但是尽量少没点地理吧 也偶然没一棵 咱还骑一骑 方便点 你要没上二十棵 八十棵 咱骑起来 很麻烦的 你知道吗 但这条路是一条路 有的人 我今天晒明天 今天晒明天 也会做一些事 但是以晒为主吧 最起码 那么我们的地理 炸弹少一点 最起码 就是没上也 别那么 那个洞被 别那么大 就是一下子 炸得粉身碎过 就不肯挽回了 就是一时只剩 千果恨的能 偶然一个小炸弹 好清理嘛 很紧 清醒的时候 好清醒 就是说 如果你走修行 这条路的话 这些是要注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